天空一身震天险 康熙皇帝要出场 黄河水患没钱管 下面故事听我讲 康熙46年一场大雨席卷大逃 黄河告急 康熙皇帝召开抗洪救灾紧急会议 整个前清风一片寂静 黑压压的一片红顶花灵 竟然有去的未来 老爷子非常生气 稀里有光的眼神慢慢扫失着重 这都火烧屁股 还有两个儿子没来开会 太子呢 提了裤子就不认妈的太子 刚从春花那里得到 走路亮亮呛呛 如今黄河大水该如何处理 显然 太子和小编一样 对国家大事并没有对策 认为既然有水化 派人去救灾修河堤就对了 康熙老爷大怒 这孩子 你有个具体方案没有 灾如何救 河堤如何修 库子如何体 太子显然没了对策 苦无以对答 只得低下头去 吓得不敢出声 这时黄八子站出来 我的爹爹啊听我讲 听我来说段废腹言 说的都是大事话呀 我的哥们啊 康熙43年的时候 也发过一场大水 各地地方官为了从国库掏银子 无限夸大灾情 爹爹您这些年 每年大把银子 都用在治理黄河上 黄河必定牢不可破 儿臣断言 这次他们又乘机 捞咱家钱来了 康熙神情好了很多 向八哥许了个 继续往下讲的暗示 儿臣认为 让邻近省份 调集钱粮运往灾区 第二 拨款抢修河堤 八哥说的对 四阿哥迈着六镜不认的 走路发生大地 着急冒雨走路 湿漉漉的鞋子 都没来得及换 和八阿哥纯白色的鞋底 形成鲜明对比 务实的四阿哥应征 刚才其实就是在 户部清算国库 还有多少家当局 本来这几年 各地官府都在拖欠税收 外加王公贵族 朝廷百官疯狂借钱 国库三分之一的钱 都被他们借走 这户部被老八管理的 已经没有钱可用 邻近省份根本无粮可调 无款可拨 别说支援灾区了 下个月百官工资 这家季度分红的钱还没有 刚才儿子已经上山东 职业学校紧急掉了 50台挖机群 这次救灾差的钱 实在太多了 预知后事如何 请听下回分解